桃园前市长现任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郑文燦 疑似涉贪污毕案 昨天被桃园地检署漏夜征讯后 今天凌晨被生压禁建 桃园地院预计今天将会召开生压庭 对此民众党立院党团总招黄国昌也出来讲这件事情 他认为前桃园市长郑文燦在任内针对土地开发案 有非常多令人质疑的点 现在听一下他怎么说 郑文燦是桃园市的前市长 也是行政院的前副院长 那是目前海峡会的董事长 那郑文燦在他担任桃园市市长的任内 其实它涉及的土地开发的弊案 有好几件 那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确定 检方是针对哪一件在侦办 无论是针对哪一个案件在侦办 检方都应该要彻查研办 误网误众 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同时 郑文燦作为民主进步党 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 针对这件事情 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总统 我觉得他应该要非常严肃的面对 要展现清楚的态度 另外被问到这是否是民进党党内斗争的一环 他说不用什么事情都看得太政治 但他有呼吁身为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 应该要来严肃面对这件事情 电子看板上只有一笔夜间生涯的案件 案由是贪污罪嫌 而被告是前桃园市长郑文燦 郑文燦卸下市长职位后 现任是海峡交流基金会的董事长 5号晚上遭桃园地检约谈 经过漏夜征讯 今天凌晨因为涉贪污罪嫌 遭到检方生涯禁见 人们日记早上11点要开庭 不过有可能延后到下午 而对于到底是牵涉什么案子目前传出于土地开发有关 不过逃人地检署对此完全不回应 只发出新闻稿证实 并提到郑文燦涉犯贪污制 对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 对于职务上行为受贿等罪嫌 目前人已经被移送到法院等待开生涯庭 据了解疑似是因为郑文燦在2015年 涉入的土地弊案 而且已经调查多年 但确切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 以前桃圆市长还集会董事长郑文燦涉及贪污罪 昨天被桃圆地检署带走 调查漏夜征讯16小时后被生压 但现在因为法官还需要阅卷 等待律师当中目前尚未开庭 那桃圆地检署刚刚也发出新闻稿证实 被告郑文燦经过讯问后向法院申请击押 检察官指挥调查局桃圆市调处 被告郑文燦涉及贪污制罪等等案件 所以昨天传唤被告到案 那检察官讯问后认为 郑文燦对于职务上的行为有收贿等等罪嫌 犯罪嫌疑重大有积押之必要予以逮捕 并且向法院申请积押禁止接见 那据了解郑文燦疑似是和土地开发案有关 在他担任市长任内 涉嫌在变更林口特定区计划 公武工业区扩大方案中收贿 那去年底已经送内政部土地征收审议 消除审议 那疑似因为这个案件导致被检方调查 另外再回顾一下 其实2022年的时候 桃圆市议员林涛曾经爆料 诈骗集团郭哲敏 曾经在2020年购买 靠近桃圆捷运附近的18笔土地 时任桃圆市长郑文燦 调整捷运站点来靠近郭哲敏的土地 当时的会议主持就是郑文燦 林涛还提报有相关证据 说郑文燦亲口指示 要迁走捷运站点来开发土地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也曾经爆发巴德农地案等等 当时的桃圆市议员黄敬平 林涛等人也曾经出面质疑 还在议会当中试图阻挡 当时有爆料表示 郑文燦借此土力装脚 当时的郑文燦也有反 也有反击来提告 不过详细到底是因为 哪个案件被调查 桃圆地检署都还没有透露 要等到开完庭之后 才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另外郑文燦被约谈的事情 其实昨天晚间 已经在政界传开了 但郑文燦周遭的人 对这件事情都非常低调 只说他都正常上下班 另外今天7月6号 是郑文燦的57岁生日 稍早郑文燦也透过律师表示 自己没有步伐的行为 一切会配合司法调查 希望可以尽快厘清真相 证明清白 那么刚刚不久前 民进党中央也发出声明表示 发言人吴森说 此案件都还在侦办当中 希望检调可以无法误诵 尽速厘清事实的真相 以上 权力尽计 destroyed by Latein 接著來看到最新消息 前桃園市長海基會董事長 鄭文燦涉嫌貪污罪 昨天清晨的時候 就被桃園地檢署給帶走調查 經過一整天的偵訊之後 今天凌晨遭到檢方伸押 預計在11點就會來開伸押亭 根據了解是跟土地開發案有關係 有任何最新消息 我們將隨時為您掌握 一項又一項連署書從卡車搬下來 公民團體罷免基隆市長謝國良 近兩個月 5號正式將4萬3000份連署書 送交基隆市選委會 我們手上還是有幾千份的分數 可以去做底部 不過藍營之一4萬3000份當中 有許多假連署 罷免是否成案還得等市選委會查對評斷 已規定市選委會收件後 應該在40天內完成查對連署人名冊 但中選會發公文要求提前30天內完成審查 這是否讓市選委會覺得被施壓 確實這個天數對基隆市選委會造成許多的壓力 中選會強調依法查對無差別待遇 而看看若罷免成案第三階段投票 按照2022年基隆市長選舉人數推估罷免門檻 同一票要達原選舉人數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76979票 但確切數字還得等中選會公佈 無論罷免團體或是民進黨 如何進行政治操作 相信基隆人最關心基隆的發展 不只是否質疑罷免成政治操作 國民黨智庫副執行長林涛 連日指控罷免行動發起人林茵茵的母親 與民進黨基隆市議長童子偉關係友好 不但PO出林茵茵家人照片 更秀出去年童子偉幫林茵茵母親親生影片 有非常非常緊密的關係 你根本沒有辦法擺脫民進黨 介入這次霸凌的影子 等於是在你那些國民黨的那些網址 要去揍搜我的母親嗎 霸凌行動不但藍綠互槓 扯到隱私藍營和霸凌團體間的戰火 越燒越旺 TVB的新聞高紫耀 葉峰委陳月婷 接受創作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